林更新在《我的砍架女王》中饰演的是一位酒店总裁 大小事务运筹帷幄妥妥的精英人设 但其实在现实生活中 她可是实打实的一位大厨 假装 我们两个是假装情侣 老爷 反正不管怎么样 你一定要替我保守好这个秘密 在东方卫视热播的电视剧《我的砍架女王》中 林更新饰演的盛哲宁和吴景岩饰演的夏浅 一开始是冤假 但随后在夏浅妈妈的崔相亲下 成为了假情侣 只是这假情侣相处久了 也日久生情起来 你都听到了 广播里面说得很清楚 我喜欢你 我就是想做你女朋友 没事 反正我已经跟你表白了 不管你喜不喜欢我都已经 确定了情侣关系之后 盛哲宁就像换了个人一样 开启了大厨模式 他也是个特别爱吃的人 就是对吃非常有追求 剧中的盛哲宁是酒店的总经理 而看林更新这娴熟的刀工 该不会是位掩藏的大厨吧 因为我们的主场景是在酒店 他的那个长盛 长盛的公司也是在酒店 所以他每天早上 我们都要开工 开工之前他都会去酒店 去早餐的地方 去自己盛一碗面 然后把整个自助餐 觉得好吃的配菜 榨菜啊肉丝啊 然后酱啊料啊自己去做一碗那种 林更新自制大露面 虽然是首度合作 但吴景言坦言 有林更新在的剧组 就是真香剧组 就是他同组女演员的福气 就是他会带很多那种 什么素食啊素冻的 什么煎饼 就是素冻的煎饼 然后在现场买那种锅 就是自热锅 或者是自助家庭用的那种小锅 在现场烤煎饼 而且他不止烤煎饼 而且还会给那个煎饼 带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包装 事实上 林更新爱吃可不是什么秘密 比如张又廷和林更新 详史于2013年的电影 狄人节之神都龙王 随后又在《痞子英雄2》中二度合作 而真正让他们成为哥们的原因 则是都爱吃 无论是拍摄啊 或者是休息的时候 都会带我去品尝 他们很多美食 所以他最好的朋友 是都会照顾你成原来的一个状态 对 但我得赚好多钱 才能喂好多人 久而久之 赵又廷请林更新吃好吃的 而林更新呢 则是自己下厨 做一顿大餐喂饱赵又廷 光吃还不够 吃完了他还打包带走 真是一点都不客气 那前段时间赵亭来我家 就是跟他做了一顿饭 收到饭快还是不错的 然后就之前 这段日子 我一直在这个 研制这个酱油的时候 他还把我做好的 这个东西打包回家吃 林更新对美食的追求 可不局限在厨房 他不仅酷爱去超市里 进行零食大扫荡 也时常出现在路边 各种夜市快餐店 无论是烤肠猪肉炖粉条 还是烤串鸡架方便面 这些东西统统都是 零更新的菜 不过你要问他最喜欢的是啥 那必然是从小吃到大的 辣条了 打游戏饿了来点 夜里闲了吃点 就连在发布会上 也要跟搭档张静出 来个喂辣条的戏码 从酱牛肉到一锅酱菜 从炖糖水到炒鸡蛋酱 又或是眼前的这顿 堪比年夜饭的菜单 感觉林更新的厨艺 已经到了无所不能的地步 而他本人也坦言 经典菜式难不倒他 创新菜肴也会尝试 在《我的砍价女王》中 林更新饰演的盛哲宁 用美食来征服女友 这让饰演夏浅的吴景岩坦言 这样的男友有加分 不过在高田剧情之后 盛哲宁和夏浅的感情 似乎并非一帆风顺 至于后续的剧情走向 记得追剧哦 告诉你的面是他很好 我说没事 什么事你不用担心我来扛 就两个人互相 非常能自己扛的人 走在了一起 这也是他们 就是很相似的地方 但同时他们俩的感情 就会因为这种性格 出现了问题 至于是什么问题 大家请到这看剧吧 记者陈湘芸 上次